在古代,为了惩罚一些罪孽深重的犯人,总会制定极其残忍的刑罚,就比如在汉朝时期就有名为人治的酷刑,他的方法就是将人的四肢斩断,使人质雅,同时也会挖掉双眼,总之就是对犯人的一种残酷折磨。 而被使用这种刑罚的人并不多,历史上只有三个人,最让人记忆深刻,也是第一个遭受这种酷刑的人,正是刘邦深爱的妃子妻夫人,因为她和吕后有仇,但又敌不过人家,最后终是落得这般下场,不过话说回来,妻夫人被制成人治之后,为什么没有马上死去呢? 汉朝的医疗条件也并不是很好,按理说她根本坚持不下来啊,这是有着怎样的原因呢? 剑网是为了之来,欢迎订阅爱观历史。 太后吕智,中国历史长河当中,众多的女性角色里面,吕智也是绝不能忽视的一个角色,吕是前半生被人所知道,是因为她是刘邦的发妻,而她后半生被人所知道,完全是因为她自己。 吕后原本是刘邦的政公,不仅如此,吕后是原本刘邦上还是个草根的时候就与刘邦相识,当时的吕智不仅也是个姿色不错的女人,而且还是当地富家的大小姐,这大小姐当年对刘邦一心一意,为刘邦散尽家财,什么陪刘邦犯险的事情都干过了,终于刘邦大国极力,吕智也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皇后。 能够当上皇后,对于吕智来说,已经是个有舍也有得的结果了,毕竟当初在刘邦身上的付出,在如今都已经得到相应的回报,吕智作为太后母仪天下,与刘邦的感情在一段时间里也还不错,只不过,时间是把杀猪刀,岁月总是不饶人的,吕智随着年龄的增长,和刘邦之间的激情也逐渐淡漠。 七夫人上位 七夫人与刘邦有一段枯井中的缘分,楚汉相争的时候,项羽带了三万精锐骑兵突袭鹏城,刘邦不敌大半而逃,丢亏弃甲,他一路跑到定陶,看见路边有一口枯井,于是跳下去避难,后来追兵走掉之后,住在附近的七夫人妇女路过枯井,就把刘邦救了出来,随后就把七夫人嫁给了刘邦。 此时吕智已经被项羽俘虏了,所以随后的时间里,都是七夫人陪伴在刘邦身边,又因为七夫人年轻漂亮,还会跳舞唱歌,所以等到刘邦称帝后,七夫人就很受刘邦的宠爱。 刘邦在世时,七夫人宠冠后宫,是刘邦真正喜爱的嫔妃,人老朱皇的吕智,当然明白新人生救人的道理,即使心有不甘,他也一直嘱咐七夫人悉心侍奉刘邦,为刘家开支散业,毕竟吕智身为皇后, 亲子刘邦又是太子,一个宠妻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。 然而,即刘邦,宠爱于一身的七夫人并不满意现金的地位,在生下儿子刘如意之后,七夫人争权的想法越发激烈,子凭母贵,刘如意凭借母亲的宠爱,深得父亲喜欢,七夫人看在眼里,喜在心里,他开始经常怂恿刘邦,改立刘如意为太子。 刘邦竟然也被说动了,该处风波传到皇后吕智处,他气急败坏,心里盘算着怎么解决现在的危机,进而解决七夫人母子这一潜在威胁。 人质之行。 果然刘邦很了解吕智,他看着七夫人仗着年轻貌美,在自己面前蹦跋了,这么久早就想收拾他和他的儿子,因为吕智十分极度他长得好看,所以最开始的时候把他的一头绣发给剃光了,离他穿上丑陋的球服,让他去做苦工。 本来如果七夫人能老老实实地忍着,可能吕智也就不会采取后面那么惨无人道的手段。 但是可能是因为漂亮的女人大都没有脑子,七夫人已经沦落到这个地步,还敢自己编一些歌谣唱出来讽刺吕智,这就直接触怒了吕智,让他做了一件十分丧心病狂的事情。 七夫人的悲惨境遇。 吕智对刘邦和七夫人二人可谓是恨之入骨,但他又无法报复刘邦,只能将矛头对准七夫人。 在刘邦去世之后,七夫人就被吕智做成了人质丢在了厕所里,只能说七夫人确实有作死的嫌疑。 所以,从吕后的内心来说,他最讨厌的女人就是七夫人。 但是,如果七夫人消停一些,知足一些,送走刘邦之后,他的结局也不会太差, 可他偏不,结果让吕后对他的态度有讨厌变为嫉恨,从而埋下了他被做成人质的伏笔。 据《史记》《卷九》,吕太后本记,太后遂断七夫人手足,去眼,回耳,饮阴药,始居策中,命约人质。 这句话说的是,七夫人被砍去双手,双足,去掉眼睛,把耳朵弄聋,弄哑,放到厕所中,命名为人质。 那么人质是什么呢? 智,汉语解释为猪,众所周知,猪被杀死之后,猪体,猪耳朵,猪舌头等等,都会拿到集市上单独销售。 那么可以想象一下,去掉这些器官的猪是一个什么样子? 吕智对七夫人的恨,从他发明的这个刑罚的名字也可见一斑。 但我们都知道,不论是动物还是人类,当肢体被斩断之后,如果没有处理好,就会流泄不止。 七夫人的生命力顽强吗? 吕智将七夫人做成人质之后,七夫人还存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,具体到底是多长时间,史书上面没有明确的记载。 但毫无疑问,七夫人并不是在遭遇酷刑之后立即死去的,因此也就有很多人说,七夫人的生命力实在是顽强。 在经历了那么多折磨之后,依旧活着。 但事实却并非如此,吕后就是抱着要折磨七夫人的打算,自然是不希望七夫人就这样轻易地死去,将他断手断脚之后应该是做了一定的止血处理的,吕后希望他受尽折磨。 为什么还能活下来? 首先,人体的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,即使在古代,人体的生理机能也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恢复的能力,在七夫人被制成人质之前,他的身体核心理状态可能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锻炼和适应,这种适应可能会使他的身体核心理更加强大,更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抵御刑罚的伤害。 其次,尽管汉朝的医疗水平比现代医学差很多,但古代医学也有一定的医术和药物治疗,医生可能会使用一些草药或其他天然物质来治疗创伤和感染,以帮助七夫人的身体恢复。 此外,人质在汉朝时期并不是一种常见的刑罚,医生可能会采用一些非传统的方法来治疗这种伤口。 如果大家了解真相后,也会觉得毛骨悚然,不得不感叹吕志的心狠手辣。 他为了日折磨七夫人,让他感受生不如死的滋味。 就命令太医用珍贵的药材给他续命,不让他丢掉性命,在吕志的折磨下,他便得神志不清起来,成了一个疯疯癫癫癫的怪物。 一代风华俏家人得到如此结局,也就是让人心虚,七夫人得到这样的结局,他的儿子刘如意也没有幸免于难,也被残忍的毒杀了。 实际上,在当下社会,一旦不将七夫人的后路断死,那么一旦国家面临动荡,首先会威胁到孝慧帝和吕志的就是七夫人和赵如意。 为了让儿子引以为戒,同时也是愤恨于之前七夫人让自己提心吊胆的那么长一段时间。 吕志特意在将七夫人做成人质后,还吩咐医馆必须要保住七夫人的命。 在明朝时,已经有了消炎止血的药方,同时灵池等刑罚也已经发展得较为成熟,因此,即使七夫人已经被砍掉手足,去掉眼睛,做成人质了,但想要吊住七夫人的命也并不是太难的事情。 七夫人在受到酷刑后,还活了不短的时间,吕后的目的就是要让他更加痛苦,在权力之争失败后,受到了如此残酷的报复,在如今的人们看来非常残酷,但是历史就是历史,总会让人出其不意。 完全想象不到的事情就会发生,这也是历史的魅力所在。 在刘邦死后,刘盈继位,但基本上仍旧是吕志掌握着政权,而且在刘盈登基之初,吕志便下令将刘如意毒杀, 决了最后的隐患。 词不长兵,人不从政,吕志的阴狠手段和毒辣做派自然是令人不寒而栗,但吕志为西汉发展做出的贡献却也是可圈可点的。 史记中,更是有着对于吕志正不出户,天下艳然,刑罚喊用,罪人世息,民物嫁色,衣食自职这样高度的评价。 刘邦一生,女人无数。 其中最让人耳熟能详的有三个,最强吕后,最受宠妻夫人,晚年过得最好的搏击,不比吕后,光说搏击和妻夫人,搏击懂得审时度势,不争不强,安分守己,所以能够安详晚年。 看完妻夫人悲催的一生,有所感悟,人生应当认清自己的能力,能配得上多大的野心,既不要好高骛远,心比天高,也不要妄自菲薄,脚踏实地才是最好的人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